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澳门会见特首林郑月娥 习近平说中央完全支持林郑月娥到北京述职的时候 提出的下一步工作设想 消息说不包括23条立法 陈慧恩报道 林郑月娥下午经港珠河大桥去澳门 出席庆祝回归活动之前 与国家主席习近平闭门会面 会面没有通知传媒、随团官员都有出席 好点了 感谢主席的关系 就像香港一样 一定会好起来 谢谢你 新华社《夜晚发稿》说习近平在会上说 中央充分肯定林郑月娥在《非诚时期》 展现出的勇气和担当 希望各部门继续在特首领导下 各司其职密切配合 认识合力 共同抢香港的事情办好 两个人对上一次公开会面 是月中林郑月娥去北京述职 习近平说中央完全支持 他当时提出的下一步工作设想 消息人士就说 具体讲什么不可以透露 但一定不包括《基本法》23条落法 林郑月娥就在今次的会面中说 一定会带领特区政府继续做好止暴制乱 尽快恢复香港社会秩序 有线理事记者陈慧音报道